被共推當召集人之後 結果是一個秘密會議 就有一點多不秘密 因為大家各自在臉書各自表述 我變成一個劍拔 當時一開始開會的時候 根本就是一個鬥爭大會 哪是一個調查委員會啊 什麼叫專案小組 我再講白一點 市議員有調查權嗎 他在調查什麼 就在那邊鬥爭而已 而且你選在選前 你這真的就毀儀所思了嘛 再來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每次開會要尊重議事規範 你不要人家主席做什麼財事 你理也不理 你自己做你自己的 都不尊重主席的財事 那叫做什麼專案會議啊 所以我要跟各位報告 公開透明 沒有什麼好在那邊講那些五四三的 直球對決 有什麼大家公開 如果說大家不介意的話 我們就讓大家來檢視 當天發生什麼事情 要人家當主席 你還不尊重主席的 整個這個議事的規範 一開始就一直 我懷疑了講 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就是這個樣子啦 我還在講話 他就起來可以詢問 就這部調性 我還能夠當主席啊 教員姓平事件的不當組織 是對受害人的惡度傷害 對你們這些 不要在那邊假道學 還以為真的自己很厲害 而且我要強調一件事情 在這個姓平事件的過程 當我們市政務 四個月就做出回應 台南市22個月 高雄市6個月 所以我們已經做了 最快速的一個緩應 我們已經將來做一個緩和的 要把整個東西 都做到了 感谢观看